那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位网友 他叫LYNHZ 他问恐婚怎么办呢 有的人可能是因为 比如看到了太多的不幸 这是一种 有的人是自己的家庭就不幸 有的人是因为还不太成熟 因为现在的8090 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 他被父母照顾了这么多年 突然要结婚了 好像觉得身上蛋太重了 负不起责任 对对对 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和他这个责任感还不够 对等等原因 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心理成长一下 我能不能近期从现在开始 我立个目标 我来去努力地先照顾好自己 然后再下一个目标 我照顾好我的父母 我同时照顾一下我的男朋友 我试试 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时候 就自信了 再开始结婚 现在好像尤其是男方 要结婚女孩就要房子 大家感觉到房价很高的情况下 很多男孩就说 哎哟我这一刚开始工作 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房子攒到头 这是一个很沉痛的负担 所以呢 从这个这种责任感的角度 他还感觉到他扛不起 要分析自己是哪种原因 哎 分析这个原因以后才能对症下药 ог得到最高里dd的行动 妈东 ederim 灯 淡